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当保罗说你们要当做活祭献上的时候 这个事情使我想了许多许多 不同的层面 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事件 不同的圣经的记载 今年我在加卡塔 在新加坡 在许多的地方 讲信息提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 我越讲越讲不完 我第一次提这两节 用二十分钟讲完 到第五次讲的时候 我用了三个钟头 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所有的记忆都是死的 而且记忆从来没有使上帝冤纳过 圣经说 顺命好过献祭 大家说 顺命好过献祭 如果你不顺从上帝命令 你献多少祭 神都不愿意 圣经的几难记载了 在以赛亚书里面说 你们献的记忆我已经厌烦了 我根本不喜欢你们献祭 你们献祭给我以为我需要吗 所有的记忆献了以后 那一帐其他的东西 都是给祭祀车 上帝没有收一份 上帝根本不需要记忆 最后还是你们的需要 那么上帝说 你们既然献祭 但是不顺服我 我是厌恶你们的 你们所做的一切 我岂能喜悦你吗 我厌恶你们的记忆 我厌恶你们的安息了 那这里隐藏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献祭不是必要的